应用层通信协议 为支持更多种类的设备和更广泛的应用层 Ethercat技术协会推出了Ethercat通讯协议的不同的设备行规 首先,我们有COE,即基于Ethercat的看应用协议 采用COE,Ethercat可提供与CanOpen标准EN50325-4相同的通信机制 包括对象字典、PDO映射和SDO,甚至相似的网络管理 第二种设备行规是SOE,即Ethercat四伏驱动器行规 符合IEC-61800-7-204标准 如您所知,Circles是一种实时通信接口 常被用于运动控制应用 该国际标准还包含了Circles行规到Ethercat的映射 接下来是EOE,Ethernet over Ethercat 使用EOE设备行规 您可以在Ethercat网段实现以太网数据的传输 以太网设备通过所谓的交换机端口 与Ethercat网段连接 以太网数据帧通过嵌入到Ethercat协议中进行传输 类似于英特网协议 最后,但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有FOE FOE是类似于TFTP的简单协议 它可以通过网络访问设备中的文件 以及将统一的固件跨网络上传到设备 希望您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Ethercat的信息 请登陆ET机关网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什么时候的arethercat 和Etherinfo